我們在學彈唱 有時候久了以後就會有點皮掉了 這時候可以穿插的做一些別的學習和練習 也算是把大腦調劑一下 今天講一下音階 我把它打在字幕這個地方好了 從第三根弦的某一個品開始 以 C 调来说是第五瓶 这就是 C 调的一个 Do 那你看左边那个图 你可以现在就拿起你的吉他来试试看 弹出这个 Do 至于用哪根手指 其实如果比较正规的吉他老师会教你 就是四支手指分别负责四个瓶 那我比较偷懒所以我就随便了 你可以试试看用不一样的手指 那另外一个图 右边那个图我会做的是 从 Do 开始往下 你看这个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尤其如果你是古典吉他 纸板更宽的话难度可能更大 所以一般来说我弹音节的时候 我只弹前三根弦高音三根弦 而且它有个好处 就是你拿优克莉莉也可以这样弹 不信你现在试试看去拿优克莉莉 好 那是不是一定是三弦五平才是 Do 其实每一首歌不一样的地方 它都在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你随便拿个哪个地方 就这里好了 就把它当作 Do 也可以啊 也可以的 好 那你现在可以做一个练习 你就拿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来试试看 把它的旋律弹出来 我举一个很好简单的例子是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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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不 你也没有办法第一次就弹得这么准确 其实我也不是很准确 但是你可以去探索 比如说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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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不對 對了 就是你要去慢慢一个一个试 好 然後大调它就是在这个格子里面 嗯 嗯 嗯 然後在过程中你慢慢弹出 感覺 你還可以加一些味道 比如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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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hammer 垂音 嗯 嗯 是咪到發 嗯 就是你只彈你在咪的時候彈 然後你的手指下去的時候 按出另外一個聲音 垂出另外一個聲音 好 那其實我有時候不是故意垂音 是因為我彈錯了 那趕快修正 譬如說 其實要來到這裡 發 但是我這時候會不小心彈著咪 就趕快修正 還有另外一個技巧是 你看啊 咪發瘦跟咪發 嗯 這個叫做slide 就是滑音 這個很美的 你如果很騷包的話 你可以每個音都這樣 對 嗯 嗯 嗯 但這樣就太太over太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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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這個過程中 其實也是 零零落落的 不是很精準 但是沒有關係 它就是過程中 你就是在 去尋找 你可以試試看換一首歌 比如說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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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我剛剛 跑到了一個 好像犯規了 跑到了 這個拉其實應該在這裡嘛 對不對 但是 你也要慢慢熟悉它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些音其實都是可以推算出來的 不一定要用死背的 比如說 SO跟LA之間插的是一個半 一個拳音嘛 就是兩個半音 所以SO 這就是LA 所以這個是LA 這個也是LA 你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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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多了一點花俏的東西 多了一點這樣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所以 我們今天試兩樣東西 一個叫做 首先你先把音階找到 然後再來是Hammer就是垂音 其實它也可以叫做勾音就是 但是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掌握啦 那另外就是滑音 從D往高滑是比較容易 高往D滑 也還好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我覺得高往D也是比較難的 今天先這樣 就是說 你掌握了這幾件事情 我覺得夠練個 夠你玩個一兩個月 像我就是當年就是這樣 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隨便拿起首歌 比如說我隨便講 那你說為什麼我能夠直接找得到 其實也不一定每次都能夠直接找到 但是你就是在這過程中 慢慢的訓練你的樂感 還有你對紙板的熟悉 就是看上面這個 我等一下會做的字幕 好吧 那就這樣囉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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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